炎热的下午,小树蛙躺在家里床上吹冷气,看漫画。 想到明天如果约女朋友去海滩玩水,一定是难忘的回忆。 心动的小树蛙立刻发讯息,请狐狸猫推荐海滩。 此时狐狸猫正在山上露营,热心的它立刻使用手机。 导航搜寻白沙海滩。 再将现在位置作为起点规划路程,完成后以讯息分享给小树蛙。 第二天,兴奋的小树蛙根据这个地点的路程导航,居然开了两个小时。 跟狐狸猫分享的50分钟路线天差地远。 同学们,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吗? 狐狸猫使用现在位置当起点规划路程。 此时它正在高山露营。 可是小树蛙在家里看漫画,两个不同的位置导致起点不同。 尽管终点一样,路程的走法、距离和时间都会不同。 你答对了吗? 情境中两人不同的起点,我们通常称作基准点或参考点。 如果今天基准点与目的地一样,交通工具也一样, 那么两只手机显示的路程时间和距离就会一样。 思考一下,如果今天需要定位目标物体的位置,该怎么做呢? 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吧! 民国99年,中央气象局是这样发布凡纳比台风的动向。 中度台风凡纳比的中心位置在花莲东方约450公里的海面上。 资讯中的花莲就是基准点。 东方则是台风与基准点的相对方向。 450公里,量化了两者的相对距离。 透过基准点、方向、距离这三个资讯, 我们成功把目标物体的位置定位清楚。 在导航软体中,相同的基准点与目的地会规划出一致的路程。 在现实世界,考虑到二维度、三维度移动。 路程还会一样吗? 同学们来思考看看吧! 小房车在路面上,受限道路的规划与路宽。 移动时,要选择适合通过的道路。 所以路线会常常需要左弯右拐。 相反的,直升机在空中,若无建筑物或飞鸟干扰,可以最短路线前进。 尽管同时从消防局出发,目标也都是全家乐百货公司。 路程却截然不同,移动的距离也不同。 科学家以路径常和位移这两个概念来解释。 所谓的路径常,就是物体从起始位置到最后位置的实际移动长度。 位移则是物体最后的位置与起始位置的变化量。 以情境来说,消防车从消防局出发, 经过九弯十八拐移动到百货公司的这段路程, 就是路径常。 而直升机在空中不受限制, 走的路程则刚好与位移长度相同。 你答对了吗? 既然位移作为物体的位置变化量, 我们可以透过最后位置相对于起始位置的方向, 得到位移的方向。 在直线运动时,我们通常使用正负号标示方向性。 例如,小树挖的家到百货公司位移正五公里, 代表方向向右移动五公里, 到学校位移负二公里, 代表方向向左移动两公里。 路径常则只有大小, 不具备方向性。 同学们, 你能正确判别哪些常见的描述, 同时具备数值大小与方向性吗? 在第一个选项中, 可以把狙几手的位置作为基准点, 正前方定义为十二点钟方向, 顺时钟如钟表指针, 依序定义为一点钟、两点钟等。 以角度的方式表达方向性。 不过这个选项, 没有描述十点钟方向的目标距离狙击手多远。 第二个选项, 则是给了目标面包店, 也透过两个交叉路口, 描绘路径常, 但因为缺少基准点, 所以也欠缺方向性。 第三个选项的国道全长, 是指汽车实际从国道三号的起点, 开到终点的路径常, 仅有数值大小, 没有方向性。 最后一个选项, 是平面坐标的概念, 把最靠近影厅入口的位置定为基准点, 同时编号为第一行, 第一列。 由基准点向右依序为第二行, 第三行, 直到第十行。 基准点往上则是第二列, 第三列, 直到第五列。 第七行第四列的描述, 可以精准定位目标, 是因为这个平面坐标的描述, 隐含了基准点, 数值大小, 与方向性的资讯。 我们甚至可以算出对应的位移, 或是规划各种不同的路线。 同学们, 相信大家现在都清楚位移和路径常的概念。 让我们协助小树蛙解决相关的问题吧!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,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。 基准点又称参考点。 有了基准点, 再标示出目标物体, 相对于基准点的距离和方向, 就可以算出目标物体的位置。 路径常, 是物体从起始位置到最后位置的实际移动长度, 不具有方向性。 位移是物体的最后位置和起始位置的变化量。 在一围的直线运动, 可将基准点当作竖线圆点。 在选定向右为正方向与单位长后, 就可标示直线上各点位置。 例如正三, 就是基准点正方向上三个单位长的位置。 最后, 一起来脑力激荡吧! 狐狸猫搭飞机, 从纽约飞到东京。 请问飞机荧幕显示的飞行距离, 是位移还是路径长? 。